接吻时的三个细节 女人爱你有多深 一清二楚 女人是感性的 当她面对自己深爱的男人时 就会有很多情不自禁的举动 特别是在接吻的时候 这些细节举动 都是潜意识的 很难假装出来 可能在平时的交往中 女人有很多谎言 会伪装出很多心口不一 身心不一的假象 但在接吻的时候 往往是最真实情感的体现 有的男人会以为 一个女人愿意让男人吻她 就是爱上她了 而拒绝让男人吻她 就是不爱她的表现 事实上真相并非如此 不是所有的女人 都是那么大胆或者开放的 就算你觉得 你们已经到了那一步了 女人也有可能会突发奇想的 想要再去测试你一下 从这个细节得出的结论 并不是准确的 但是在接吻的时候 却有这三个细节 可以直接反映 女人的真实意思 而女人爱你有多深 男人也可以从中看到真相 一清二楚 后退半步 还是主动向前半步 薛之谦有一句歌词 你退半步的动作 认真了吗 其实就代表着 女人对你是有戒心的 而一个女人 如果心里真的已经接受你了 那她就算很矜持 也不会拒绝你的爱 不会在你主动的时候 选择逃避 一个女人在你要吻她的时候 她如果情不至今的 有往后退几步 哪怕只有半步的举动 也说明她对你的爱 并没有那么深 甚至骨子里根本就不爱你 相反 在你要吻她的时候 会主动的向前半步 甚至身高不过的时候 还会点起脚尖来吻你 那这个女人 一定是深深爱着你的 只有深爱着你 才会在这种甜蜜的时候 表达自己的态度 彰显自己的主动 嘴唇紧闭 还是会给你回应 女人在自己认定的男人面前 往往比男人更主动 可能她因为害羞 不会主动去吻你 但是 当木已成舟的时候 她就会给你更积极的反馈 接吻和亲嘴 其实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如果只是有一点点喜欢 可能会亲一下手 或者额头 脸颊 甚至是亲一下嘴唇 只有爱得很深了 才会去接吻 这也就是说 如果当你吻一个女人的时候 她嘴唇紧闭 或者牙齿紧咬 哪怕她没有推开你 也暗示着 她的内心 其实是拒绝的 也就说明 她并不爱你 女人如果在这个时候 会充分地满足你的需要 会给你很积极正面的回应 让你有满足感 感到心安和甜蜜 那意味着 她爱你很深 双手下垂 还是很用力地抱着你 女人在爱情的面前 往往有两种态度 被动地接受 和主动地索取 女人对你是什么样的态度 在接吻的时候 那些细节 就会表现得很明显 如果她只是双手下垂 配合你完成这件事情 看上去没有拒绝你 但是你又完全收不到 她爱的信息 那就意味着 她并没有那么爱你 一个女人在接吻的时候 如果会很用力地抱着你 甚至会很重地 用指甲去掐你 想在你身上留下印记 女人有这样的细节 一方面暗示着 她很紧张 另一方面也说明 她很害怕失去你 有这个细节的女人 毋庸置疑 她深深地爱着你 非常清楚 根本就假装不出来